据台湾媒体报道 根据台防务部门送到台立法机构的报告 台海军现有的6艘季洋极舰领已超50年 未来将陆续配合新建造的新一代轻型护卫舰 逐步进行退役替换 据报道台防务部门表示 台海军将先造两艘新一代轻型护卫舰原型舰 后续再造10艘 总计建造12艘 以替代台海军现有季洋极舰 新一代轻型护卫舰两艘原型舰建案 今年5月由台湾中性造船 以90.5亿元新台币得标 依据军方规划期程 防空型与反潜型将各造一艘 船厂必须在2026年10月底前完成交建 不过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指出 根据台海军规划轻型巡防舰的建造期程 两艘原型舰所需建造时间 分别为防空型27至29个月 反潜型26个月 然而专案报告中所列出的 相同吨位等级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舰艇 建造期程大致为33至40个月 且这几型舰艇都是基于现有的 载台设计和装备进行小幅更动 缩短了建造和整合测试所需时间 相较于其他造舰技术成熟的国家和地区 台军方规划以更短的时间 造出全新设计的舰体 应该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更遑论还要整合各种不成熟的 侦搜和武器装备 而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则要求台防务部门 每半年必须向台立法机构 提出书面报告 说明最新进度 就像机构党团 感谢观看